半斤 現在中午時間這裡沒人了 可以放下半斤自由奔跑一下 好吧 奔跑一下就回來 嗯好 去奔跑吧 對 自由跑一下 小跑啊半斤 嗯有叫聲 自由奔跑的半斤可帥了 走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邱 這個是半斤 半斤 昨天帶半斤去醫院檢查了 然後還有兩個結果呢 我是說他當時呢是沒有出來的 後面呢 醫院呢就給我把這個報告發過來了 半斤呢 他這個身體功能還有各方面呢 都很好 然後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呢 醫生呢就說就是平時就是要多給他運動一下 還有就是要讓他多喝水 所以我們半斤還是很健康的 很多網友呢都說我給半斤吃的 然後看起來半斤就體重啊 還有體型啊 各方面是胖了很多 其實我們的半斤是沒有胖的 一直都是保持三十八斤 只是他的毛比較蓬鬆 所以呢 看起來大家可能 視覺上會覺得半斤胖了 其實並沒有的 然後我跟半斤洗澡的時候呢 就吹毛的時候 可能就是 逆著風吹 這樣子 所以看起來這個毛就蓬鬆了 所以每次洗完澡呢 大家都看起來半斤的都很胖 然後半斤呢 他是昨天去檢查是有一點點低血糖的 而醫生也開了一些營養劑 然後還有開了一些益生菌給半斤吃 半斤還是很乖哦 一給他吃他就吃完了 自己都能吃哦 半斤特別棒啊 然後呢接下來呢就是半斤呢 我會就是平時呢都會觀察他一個就是情況 因為醫生檢查來是有點低血糖嘛 那就是證明這個 營養呢 還是不是很足的 所以呢 我最近呢都會讓半斤呢 在家裡面就會 好好給他調養一下 然後分配時間 分配營養餐 分配狗粮給他吃都會適量的 然後讓他慢慢的去調節一下 不過大家也放心 半斤呢 他你看他毛色 還有鼻子呢 他這裡都是很濕的 啊 各方面呢都很好 因為一個狗狗他健不健康 主要是看他的毛色 還有看他的鼻子 如果他鼻子是保持絲的話 就一定是健康的 還有這個毛色 他你看這個都會發亮了 不過半斤呢 可能就是因為阿龍呢 剛出國沒多久 那一段時間呢 是有一點點憂鬱 就是有一點點不開心 這個是正常的 因為就相當於我們是小孩子 然後習慣了跟爸爸媽媽在一起 那突然間跟他分開了 那肯定是會不開心的 他也是需要時間去調節過來的 對吧 不過呢 我們在家裡面都會好好的去照顧半斤 然後還有一個呢 就是很多網友呢 就是作為我的粉絲 現在我的粉絲呢 是兩萬一千多粉絲 然後呢 有其中一半的粉絲 可能是就是半斤的粉絲 然後還有一半粉絲呢 都是一直看著我的視頻 就是經常看小秋日常這個頻道 就是然後有一些粉絲 可能就作為我的粉絲說 他們會覺得 就是會對小秋有點小失望 就是說一直 就是拍半斤 沒有拍自己的日常 所以我在這裡呢 跟大家說一下 我記錄半斤的一個日常 是想跟大家交代 我是怎麼去照顧半斤 然後有沒有好好的去跟他 就是飲食上啊 還有運動上 還有這一個呢 就是怎麼去照顧他 這個過程是了解 給大家去看的 然後接下來的視頻呢 我都會以我自己的頻道 就以小秋為主 然後記錄和媽媽的日常 可能半斤接下來的 這就是在我的視頻裡面呢 都會每個視頻都會有出現 大家也放心 然後呢 只是可能記錄他的 內容呢 會少一些 因為畢竟 這個呢 是小秋日常頻道嘛 並不是半斤的頻道 不然的話 可能大家會認為 小秋會有去 蹭流量啊 這個想法啊 就是比較不好 對小秋來說 因為我也沒有太刻意的去 就是我的想法呢 就是只是照顧半斤 照顧好半斤就好了 然後展現給大家看 然後接下來的 就是視頻內容呢 都是以小秋 還有就是記錄我的 就是平常的這個日常 所以呢 大家呢 也不要對小秋失望 我有我自己的安排 然後呢 可能就是安頓好半斤了之後呢 接下來呢 我就要開始要忙了 半斤 你在那裡幹什麼啊 哈哈哈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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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乖呀 你看半斤就像 聽得懂我們說話的孩子 對吧 特別乖 我現在呢 準備要出去了 因為和媽媽和姐姐 三個人呢 是挺久沒有聚的 所以呢 今天中午呢 就午餐的時間 約在一起 然後呢我吃完飯呢 就要去倉庫要忙了 今天呢 忙的事情呢 也要多一些 就是 呃 要去倉庫裡面 整理一下倉庫 然後 還有呢 就是要 呃就是盤點一下 庫存了 啊我可能接下來的時間呢 會 會平凡一點點直播 因為不直播的話 可能大家會 忘記小秋有在賣產品了 然後這個產品呢 也很健康也很好 我呢也想多一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 推薦一下 把家裡鑰匙和電動車鑰匙掛一起了 好大一串 現在夏天馬上要到了 特別晒哦 這幾天 到了柯扇房了 這一家素食館是離我們家最近的 所以經常呢 我們都是來這一家吃的 平姐還沒到是吧 來路上了哈 她開車過去了是吧 嗯好 我很喜歡吃黑涼粉哦 開餐了 姐姐也到了和媽媽去夾菜吃了 已經到倉庫了 因為要隔幾天隔幾天就要收拾一下了 不一樣的話會亂倉庫嘛 因為每天都打包嘛 炸鼓排 這個湯 有什麼 沙髮 水 海 水 水 水 今天的订单已经打包好了 只有三个订单了今天 仓库都收拾好了 只向我堆在门角这个角落 我又过来阿婷这里了 阿婷说她今天做粽子了 也挺忙的 过来看看她 阿婷的粽子已经做好了 过来她已经 你看又掰开给我吃哦 哈哈哈哈 哇塞 好结实 对好结实 对好多料哦 满满的都是料 高点给旧娘吃 高点的旧娘都在这里了 你看跟阿姨在聊天 阿姨也是出来帮忙做粽子的 今天 就是我们昨天做的这个搓的 蛋黄幼生馅 好多两大盆哦 搓好了要先放冰箱 冰起来 然后有硬度了才可以装起来 这样就好包一些了 看起来多 这个是阿田包状着多的种业 都是新鲜种业哦 好